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粉丝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再给力 我是阿克力 今天呢 一样要带你从世界总金到台湾的财经 在最短的时间帮大家一览无遗 好那一开始呢 还是要跟大家讲 阿克力最新的一个课程 定存成长股打造 属于自己的ETF 也就是说 在产业上会给大家很多 有互乘合的一个方向 那从这些方向中呢 你再从中挑出你喜欢的一些工资 根据不同的一个股性 例如说比较积极型的啦 成长型的 还是说它的配息比较稳定的 去组合成一个你专属的ETF 不用缴管理费 对不对 而且里面的股性 以及它是配息为主 还是这个成长为主 全部都由你自己来决定 那这堂课呢 是在台北4月24 下午的2点到5点 实体的讲座 再请大家这个把握机会报名 那我昨天问一下小编这个报名的情形啊 他说线上人数比实体的还要多 我想这个是 这个疫情的影响 那外线市的朋友可能也很支持 所以呢 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怕疫情的话 那别忘了还有线上课程的部分 那其实线上跟现场是一模一模一样样的 只是说 顾虑到有些朋友可能因为疫情 顾虑的原因 或者是外线市的朋友不便前来 所以你就可以报名线上课程的一个部分 好那 这个报名的连结就放在影片的说明栏下方 再请大家好好的把握 那也提醒大家在这个早鸟架 优惠期间以外 到4月15的话 倒数大概剩两周时间 如果你是我们节目的观众 记得结账的时候输入 GP500好不好 我最近有看那个报名的表单 有些人没有填优惠码 用早鸟架 是不是嫌钱太多 阿格力要帮大家省钱 所以记得 输入这个优惠码 GP500我们就知道 你是收看投资最给力 报名的 那当然要给大家一点回馈啦 好呢 那讲完课程之后 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 节目的一个主轴 那在节目的主轴一开始呢 终于有一点好消息 因为在昨天啊 我睡觉之前跟我睡醒之后 看整个美股的状况 诶 确实不太一样哦 那斯达克涨1%多 那跟台湾比较有关的 这个费城半导体啊 因为台湾半导体的类股 毕竟占的权重非常的高 那这个费半也涨超过2% 那为什么会有一波 急剧的拉抬呢 势必跟这个俄乌之间的和谈 诶 有不少的一个关联 因为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指出 俄罗斯已经承诺 大规模减少在基辅 以及这个切尔尼哥夫的军事行动 那根据最新的消息指出啊 俄罗斯这一方 希望是真的啦 虽然这个战争 尔虞我诈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但是目前确实传出了 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跟乌克兰的总统 会有一个会面skate 这个时间表已经在排了啦 那希望是真的好不好 那如果这件事情和谈 我想对于这个通膨压力势必有会减少 因为之前有跟大家提过 不管是原物料石油钢铁的一个部分 农产品这两个国家占世界出口 也是有举出轻重的一个角色 那除了这个战争以外 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疫情的一个境况 毕竟我们看到中国在最近都封城的一个情形 因为疫情又开始爆发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们打的是科兴的疫苗有关 应该是疫苗的关系 不然怎么会爆发成这样 所以如果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台湾大部分人打的是这个 MMA的疫苗 或者AZ的疫苗 应该是比他们科兴的还要好 不过这样的封城呢 势必也会影响到相关iPhone 电动车一些出货 所以这件事情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去关注 那回到台湾的部分 虽然三天公布了破百例的新增本土个案 但是呢我们现在的指挥官陈时中老大说 这个深山级警戒应该还好 还是朝这个大方向松绑的方向来前进 千万不要在这个疫情扩大 不然我们连录影都要戴口罩 真的是很闷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做好防疫 我们的股票才会涨 因为我们周一也是因为疫情爆发的关系 所以整个台股有一个比较急剧的下跌 好那我们再看回来最近在股市里面的一些动向 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行 都跟大家建议你手上要多留一点现金 其实现在市场上的氛围也是这样 虽然最近的美股有一个比较强天的反弹 但是你以这个年初到现在来看 这个还是处于一个下跌的局面 而且跌幅不小 除此之外 债了 股债同点就是很少见的一个状况 美国这10年级公债殖利率 前阵子不是有跟大家讲吗 在礼拜有跟大家讲大概2.5% 那殖利率越高 那配的息是固定的嘛 那就代表说怎么样 公债的价格越来越低 所以在股债同底的情况下 现在市场上的投资人 倾向持有现金 或者是一些至少高股息的一些股票 我们看到上周啊 这个是上周最新的资料 美国投资人增加了132亿美元的现金 这个部位还蛮庞大的 而且也增加21亿美元的黄金 所以显然现在看起来 大家这个避险的心态 真的是非常的强 所以在台股也应该这么做吗 今天我们的来宾会好好跟各位解析啦 好那这个FED的升息的部分 势必是我们下一个要关注的一个话题 自从那个花旗啊 说这个FED升息会比预期的更强烈之后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投行啊 已经开始在加码了 因为花旗说一口气可能升息2码 现在投行会已经开始在讲说 有没有可能一次升到3码 也是不能想象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机会 阿格丽自己也是觉得说都不排除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美国的通膨实在太严重了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二二乌之间和谈 或许这个升息的节奏会减缓也不一定啦 好啦 所以展望第二季 乌二之间有和谈的一个迹象 那美股也开始迎来了反弹 这样台股的这些股票 在年报部分看起来都相当不错 所以第二季已经即将来到了 台股还能乐观吗 以及该怎么样去期待 就是今天跟各位讨论一个重点 好首先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古怪教授 现成晏 第二位是我们妖狗大师 银章 一开始呢来跟教授好好的讨教讨教 因为我们教授 非常的博学多文 那以往呢我们都跟大家先聊 世界的一个状况 不过最近世界的状况 大家也听腻了 所以我们拉回来到国内 好不好 那国内要注意什么 阿格丽有帮大家留意到 二月的这个景气灯号 先跟大家讲 景气灯号 有五种颜色 那大家很喜欢的就是红色 红的嘛 你一定会红 就是景气热络的意思啦 那蓝色 大家就不想看到 最差的就是低迷 那现在状况是怎么样呢 二月最新的景气灯号数字是34 比起一月少了2分 大家看这个趋势 大概就明白了啦 现在是一个转向的一个阶段 所以似乎景气真的没有那么热络 而且持续在往下走 那如果到稳定倒是还好 不过如果到 更进一步的转向低迷的一个状态 可能投资人就不乐见了 所以教授 如果从景气灯号的一个走势 我们该怎么看待接下来的台股 在讲这个之前 我们可以先回到第一页吗 好第一页 然后我们回到第一页 我直接切回去第一页 因为我刚才在看行事例 行事例 那我就发现说 你这一天其实可以邀请一个神秘的大来宾 神秘大来宾是谁啊 当然不能破梗啊 就是可以邀请那个神秘大来宾 神秘大来宾到底是谁 你要不要讲 没有受邀者自己跳出来这样说 你可以邀请我当神秘大来宾吗 你怎么 一样是射手座的来宾是吗 对对对 你要说这个神秘大来宾可以来邀一下 又懂玄学是吗 对对对 然后今年又讲这个金融钢铁 生技都讲嘛 对其实 我觉得你在讲定存成长股 这个部分我觉得很棒 但是我有一个理念 就是说 你80%的资金放在定存成长股 但是 手痒的时候20% 你要怎么样去帮助自己 就是 你说在短线的操作上 对对那我觉得 这一天这个神秘大来宾刚好有空 还好有空 对对 搞不好你可以播10分钟 邀请这个神秘大来宾来去 对然后说我们欢迎神秘大来宾 神秘大来宾都这样讲 我们等一下私底下跟他好好 讨论有没有空啦好不好 对好 那回到刚才你讲的这一个 警戚灯号 这个部分 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聊警戚灯号的时候 我如果是我们忠实的粉丝 忠实的要一直看的 对你如果 当然你不能承认自己不忠实 所以你就回去看前面 我也忘了哪一集 当时我们在聊灯号的时候 我讲到一个观念 我说有可能会出现有史以来最多红灯的一次 有我有记得这句话 不是说红灯就跌 那重点是你红灯维持多久 那注意 大家注意看 因为红灯是38 直到38分 对不对 所以 其实一进入黄红灯 你看 这一颗跟这一颗的差别在哪里 这个掉到黄红灯以后马上转上来 所以我们会觉得没事 对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鼓舞的效果 可是你没有继续红灯 你应该要继续红灯 不管你是维持38分 也好 还是说更高分 那当然更高分更好 可是没有不但没有维持甚至往上走 就顺便往下 简单讲这叫反弹 反弹 如果我从这一个景气来看 这个已经是一个反弹的概念 而且36也破前低 对不对 如果我们从技术线图的角度来思考 其实景气灯号是一个慢的指标 所以说实在话 其实你如果去对应台股的线图 你不觉得台股也是早就已经高点出现了 然后下跌后反弹无法破前高 同时破前低 有耶教授去年的上半年其实是比较好的 然后如果我们看灯号的数据 都要40以上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整个台股的状况已经开始 顺着这个景气的样态提早反应了 所以景气 当然你说落后指标 搞不好后面还会再上来啊 但是我这边几个提醒 很简单的提醒 我从最近几个 不好意思还是要讲到国际市场 虽然你已经听腻了 第一个 最近这个半导体SEMI 他讲到一个 我看了我有点担心的 他说 怎么样的消息 半导体产业今年的营收的成长 只有1到3% 不是10到30% 1到3%而已 我跟各位讲晶圆代工产业 业者自己预估是10到15% 那我到底要相信谁的 天差地元 我要相信业者还是相信半导体协会 坦白讲半导体协会 跟业者难道不是站在一起的吗 一定是啊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吐呢 所以这是第一个嘛 警讯哦 第一个警讯嘛 有时候其实 就是陌生人讲的话比较实在 我们自己都不方便 伤害自己人嘛 对不对 我说哎呀阿格力 最近气色看起来很好 碰背碰背 听起来很高兴 对不对 然后一个外面说 这个好像变得胖 哈哈哈 他就默默 你不要偷偷表我 没有没有 我没有说你变胖 我只是假设 这个不要误会 然后第二个是说 第二个是说 还有一个最近联发科那个状况 我真的觉得 让我也觉得不是很妥当 你说手机晶片部分 因为你要去想哦 其实在过年之前而已啊 外资才大力的看多联发科 我还记得 而且更夸张的是 我还跳进来赞成 哈哈哈 对不对 我还说这个OK啊 什么对不对 因为我仔细的去看整个报告 跟我对产业 可是我跟你讲各位 你不要怪我们 因为在我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不知道普丁会做出这么 一系列疯狂的行为 那时候也没有战争嘛 那战争就影响到更严重的 没错 那现阶段战争带来的影响是 对于大陆手机的成长 可能衰退 衰退 还有第二个是 新兴市场 对于手机的消费 比如说印度啊 这些地方 他可能会开始想 都吃不饭 我怎么可能换手机 对啊 对不对 小朋友拿一套 爸爸我考第一名 要买手机 他吃不饭 考第一名 教育一下 威尔史密斯 你不要这样子 你不要这样子 那个我觉得是也有苦战的 对 那第二个是 我觉得我刚才讲到的 这个对于晶片需求的 因为手机出货下滑的 这个疑虑 对 这个疑虑 然后呢 这已经两个了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 苹果 Apple 很罕见喔 苹果自己跳出来说 我要 那个 那个拉货的力道 我要整个减弱 我订单我要取消 至少减少两成 iPhone SE的部分 表示他 如果我现有即将推出的 或是已经推出的 我都减少拉货力道 那你觉得我有必要出新款吗 短时间之内应该不会吧 所以苹果这件事情 是不是呼应 2跟1 因为苹果的 拉货力道如果减弱一定影响到半导体 当然影响 他也预期到新市场的销售嘛 因为苹果就是手机界的霸主 没错 然后第四个是什么 其实 我们上一次节目好像我也有 特别提到 就是说 为什么刚才你前面讲到 大家现金只有比例挺高 如果按照过去的经验 我们一定会讲说 投资人变得谨慎 反而是很好的入场点 因为 别人在 悲观的时候 我们要贪婪嘛 可是你知道这一次大家 大家不愿意去 买股票 不愿意投资 持有现金 不是因为他觉得 股市涨太多了 然后他把股票卖掉换新铁 是因为大家现在开始担心 通货膨胀变高了 未来我的生活 有没有可能变得困难 如果当我生活变得困难的时候 我可能会失业 我可能会没有工作 那我可能需要 我要存粮啊 所以现在大家担心的是这个 对而且简单讲 例如说像房贷 以前利率很低 大家想说 我本金先不还嘛 我先去玩股票 对 那如果利率再继续往上升 比方说房贷2% 而且现在 你 你现在升一码而已 后面可能会2码 3码4码一直加上去的时候 我可能要去想 那我以后房贷的利息支出 会增加很多 那我要不要先准备一点钱 在身边 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对 那这个叫自我预言的实现 也就是说 当我担心未来通货膨胀发生 我开始减少支出的时候 后面 通货紧缩 甚至衰退 就会真的发生 因为我不消费了 那厂商他 他东西卖不掉了 他就减少人员的 这个 这个雇用 设备的一个提出 所以我光从这四点 四个点看出来 那 这个是不是 那之后景气再往下走 其实就是在反映 现阶段为什么进入黄红灯 还有 前面我讲的这些东西 未来的影响 还会持续 所以每一次我们在提出 很多我们的看法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有依据 我都有依据 我不光只是看图说故事而已 这个很重要 所以刚才那四个点 大家可以 特别先笔记一下 那根据过去我们常年 从1990以前 这样一路以来 这里面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警惕对策信号分数 那过去警惕对策信号分数 拉上来到红灯这里的时候 然后你会注意看到 对应在股市 对应在股市 其实都是相对高涨区 那这一次蛮特别有上来 这一次这段时间 稍微比较特别 但是你看 其实大部分都会 都会导致 就是绿色这一个 来到一个景气的相对高 开始往下走以后 后面的股市的表现 往往都会比较不理想 对 当然这个不理想的时间多久 那就要看后续景气 这个能不能和缓以后 又重新的恢复上涨 这个部分 我觉得 不过大方向看起来已经是 就是像教授讲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对因为你如果 红灯的时候 其实我都还不担心 但是你当你红灯变黄红灯 其实景气真的是一个 比较落后的指标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景气对策 对策信号里面的细项 蓝色的是2月 那我为什么灯号降下来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去看 未来会影响我们的 这个灯号的几个项目 能不能维持 比如说股价当然跌下来 是一个影响 对 货币总技术 他稍微下来一点点有一个影响 现阶段我们的灯号还能够维持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海关出口 2月份 还是相当的强劲 还有我们的基电设备进口 还是相当的强劲 那这个反映的是什么 就是说 国际市场还在成长 然后我们也需要维持这个订单 所以我要不断的进设备 那所以未来的观察 其实就是两件事情 如果说国际市场 你想 苹果开了第一枪 然后现在联发科外资的报告出来 最近股价这样的一个修正 连续两枪 对 没错 好 那这样的情况下 未来会影响我们的出口 因为现在这个是2月 所以这两项其实要特别的观察 如果往下的话 那其他的其实也没有增长 那灯号下的速度会很快 那因为再2分 就到黄红灯的边缘了 那如果3分就进入绿灯了 那进入绿灯 当然我们从字面的意思来讲 叫稳定 稳定 可是其实 那你从 那你从 你从 你从 巅峰 你从 顶级富豪 到中产阶级 对 那你说我就听得懂了 中产阶级听起来不错嘛 对 小康家庭嘛 我以前是富豪 哦 以前开炒炮 对 然后现在 现在 这个一调整其实是落差很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可能要努力 这边来提醒大家 好那既然教授讲到这个景气灯号啊 往下走这个几率 看起来是有的 毕竟 我们的手机晶片 在全世界的这个市场上 如果受到影响的话 势必会影响到出口值 我觉得3月可能还好 因为3月 的出口目前看起来 没有太大的影响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要进入4月 所以第二季单要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数字是2月 所以战争影响的3月数字还没有出来 而且4月 应该也会进一步的影响啦 所以那在这样的背景下 接下来就跟教授请教了 我们刚刚有看到 其实很多的投行 都跟民众建议说 应该要多留一点现金 或者是去买一些高配价的股票 所以在资金的配置上 这是我最近在网路上 也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在资产配置上 教授 有没有一些建议 你的观察 好 其实我觉得投行 过去很少叫大家 只有现金 这个看着 因为 这个好像说 卖炸鸡的一直跟你讲 身体健康很重要 哈哈哈哈 因为投行也希望大家投资 你知道我最近就经过炸鸡店 我想说 他们永远强调的是什么 美味 永远强调delicious 他不会跟你强调 血脂 脂肪 脂肪 BMI 对不对 那同样的投行 一定要一直强调 只有投资什么的问题 没有要不要投资的问题 欸是 确实 但是持有现金 就是不投资了 我就看到这些人是突然怎样吃在念佛了吗 是 怎么变那么佛心了 老板都怪怪的 对 可见他们也真的 预警到 因为毕竟 留得韭菜在未来才有的歌嘛 不怕未来没得歌 所以也不希望客户挂点啊 对 当然 一方面他也希望说照顾好他的客户 也许真的有转变 是 那照顾好他的客户 所以其实这个点我确实看到 因为我以前在外资圈很久 你都是叫人家一直买的那种 不是啦 我是听别人他们怎么割韭菜的故事 然后在旁边 吃花生米 然后听故事的 所以教授很有良心就 转而退出了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呢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我希望大家有一个观念 我们维持现金的目的 不是为了不投资 是 是为了将来有更好的加码 同样的钱买更多 好 当然现阶段来讲 你说都不投资也不对 为什么 因为 我跟你讲 尤其是 不管你说是通缩通膨好了 通膨物价一直涨 你要付的房租一直增加 对 你放现金你绝对追不上 辞职购买力会降低 对 所以你还是得投资啊 所以不可能不投资 对不对 那我们 把 这个投资比重降低的目的 并不是担心说股市会崩盘 而是说 如果 股市真的有崩盘 你有没有 假设 这个股市真的崩盘 当然我们 我们最好都不要投资 但我认为这个情况其实 不至于发生 那 所以 但是万一有好的点 你要有现金 所以我的逻辑是这样 你要有一半的现金 未来要加码 因为电子股 我觉得短线上 可能都还有修正的空间 虽然今天 我们在录影当下 台股有一些反弹 没错 但是这个部分 等下邀谷大师也会特别补充一下他的担忧 那我个人的想法是 虽然有反弹 可是从 我刚才前面讲的 我担心这个反弹完 可能还是会整理一段时间 那所以我未来搞不好有更好的加码点 我就可以来买电子股 是 这个是我的想法 但是呢 我就说下半年 很多股票他也许就是现在便宜 你未来要更便宜也很困难 比如说电动车产业 因为毕竟现在油价高档 在这么高的情况下 即便最近有一些回答 这几天啊 因为二屋的状况好像有点和缓 可是你会发现 他回下来还是很高 所以电动车产业最近 真的很蓬勃发展 买电动车比例啊 大幅度的 因为大家消费者也会算嘛 如果我每一公升 可以改成用电的话 省很多的话 那我就请向买电动 我举几个数字 其实 今年已经有20个品牌 20个车厂 旗下50个品牌 涨价了 涨价了 至少都涨台币 1万到这个 12万不等 1万多到12万 这涨价幅度是很大的 涨蛮多的喔 然后 更可怕的是 涨价 既然销量还比上个月 成长50到80% 就按照每个品牌不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电动车产业的成长力道会很强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应该还是要持续观察 那这个其实我们陆陆续续也都有跟大家分享过 再来就是这个生计 之前教授就有跟大家提醒 生计 特别要去留意 但是我讲的这个生计喔 不是防疫概念股 不是就是比如什么那个疫苗啦 或是口罩啦 不是不要误会 我讲的生计是说 现在我认为时代的变化 尤其是疫情过后 大家会更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 也更希望活得 这个好看一点 更有品质 更有品质 所以不管是医美啊 或是吃的这一块 我发现 真的他们最近的业绩 的表现真的都很不错 那他也不至于就是说 像疫苗的股票一样 上上下下 所以生计族群 我觉得还是可以投资 对 那另外当然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issue 今年的主轴 但是 含这个部分的议题 你就要更仔细的去 深入去分了 就比方说高股息 不能只有今年有 对 因为你看最近像面板 他也是高股息个股 可是如果你叫我投 我就没有兴趣 对不对 然后你说海运 佩席已经确定了 那我涨幅也到了 现在其实对我来讲 这些我就会把他拿掉 我会把他拿掉 那你就要认真的去找 我们之前有一集不是有讲 就是 呃我们讲说 高股息低β的 对不对 但是哪一集我又忘了 你可能每一集都看 看完就知道是哪一集 这就比较好 简单的一个做法 那 我认为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投资方向 所以 这三个的比例 你就各自拿你了 你就各自拿你 你说老师 我只有一万块 一万块 你现在的意思是说五千块 要高票五千块 回到现金 我是要怎么处理 一万块还是好好先投资自己 这一万块我建议你就 还是交给老婆 帮你先留着 但是你可以慢慢的去 激少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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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还是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的方向 好 谢谢教授 给大家一个很中肯的建议 现在手上留现金不是叫你不要投资 而是等待一个更好的一个时间点 但是你也不能就是留太多 毕竟现金的失职购买力 还是会被通膨给吃掉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 如果要投资的话 另外这个部分 我们该还有怎么样的思考 要跟腰股大师 好好的请教请教 腰股大师 我们礼拜一的时候 跌了这一根 一个跳空的缺口 真的是把大家就吓死了 好险今天台股好不容易有一个像样的犯牌 不过我们也留意到一件事 之前我们聊到说这个外资一直站在卖方 所以他一直卖 大家已经没有感觉了 反正你今年就是这样就对了 但是在投资的部分我们看到 其实在这么长的一段 买超之后 最近有一个连三卖的一个情形 所以人家也会怕说 是不是投信又要结账了 以及他们是不是看坏第二季等等 所以腰股大师 以现在的盘事跟筹码来看 你的观察 其实这里是我上离拜跟大家提到的 有些投信持股高的股票是有可能被结账 有我想起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上离拜我们的结账 突然短线马上就 怎么突然杀那么快 像金浩克就是 180杀160 没有 可是这种结账 对好的公司来讲 当然他也是个短线获利了结而已 可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过去这几个礼拜 我一直注意到一件事 其实我很担心 你很担心 腰股大师最近转性 我很难得会对股票担心 因为有好股票就很容易赚 但是明明好的股票 在这个条件下 为什么会觉得担心 几个东西跟大家分享 台北股市今天的K线会在这里 已经涨回去 我们看我们这张图就好了 加权指数回到了 哎不错啊 今天把礼拜一的跌幅全部补回来了 今天回到17700了嘛 涨了 台积电 涨了台积电 但是 今天有拉起来出货的现象 拉起来出货 就是我们注意到个现象 这个东西很吊诡 就是台北股市明明肺半非常非常的强 涨2%多 对啊 肺半其实如果大家去仔细看的话 美股的肺半其实已经超过季限了 而且是完全站稳哦 台股今天这一根上去离机械还有一段距离 而且最糟糕的是 股票一涨上去之后 高基期的就是股票很强的 像创围资源那一种的 大家想卖 合理吗 霍玉老姐 低基期的咧 大家也想卖 这个就不好啊 这个就不好啊 因为这表示说 所有的人都在往这个方向走 很没信心 我不信心 我要断断现金 投资朋友们 这件事很重要哦 大家都在转现金意味着什么 这逻辑很有趣哦 指数反弹 但电子股熄火 而且一上去就有人卖 好 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 很明显 大家自己注意手上的股票 强势股 比方说你手边的股票 涨得像创围这样的 夹减啊 无路啊 随便卖多赚 好 上个礼拜 我们在录影当天 记不记得就这一根 333.5 丁雷百拜三 有啊 我们在录影哪有讲什么 腰谷大师叫他要小心啊 一定要慢 这可能是过去七个月 唯一一天会套牢的那一天 果然买进去就套牢 大家在获利了解 有没有注意到 昨天又有 又是类似的现象 比例做好 强势股 做投 获利了解 你们高水位投信高报也想卖 对不对 这不意外 那低水位的呢 这够不够低 林勇已经 我们这边不要看 已经很惨了 还是啊 这够不够低 台北股市不是有反弹吗 对台北股市有反弹啊 台北股市已经反弹1000点了 他是破底 对 TDDI 这里外资开枪说 我要下修 这个礼拜另外叫外资再开枪 说这个不好 人家说本来下半年不好 最新的外资跳出来说 没有啦 因为第二季都不好 连投信自己都出钱 自己都 一路砍一路砍 破底 观众朋友啊 他去年赚六几块 67块 他去年赚六几块 连七倍的本益比都不到 上次我们聊八倍嘛 现在已经七倍了 我们再聊下去 背书一样夸张 可是 不对啊 如果台北股市真的电子股有机会的话 好 强势的族群 我获益了解 没话讲 这么便宜 有没有买盘吗 好歹要 反弹一下吧 没有 这就是我担心的 我担心的是什么 如果你手边 是强势股 你可以选择获益了解 没问题 如果你手边是弱势的人 这真的很难做 坎也 坎也不是 不坎也不是 坎了我不敢 我落到这样 台北股市 总会给我的股票 我连勇赚那么多钱 因为想说 我投这股 我五年贪十几块 对啊 好歹给我反弹一下吧 没有 这会造成什么现象 当电子股 这种弱势股 持续弱势的时候 未来 会有很多投资品 会蒙受很大的损失 因为 当台北股市一个小震荡 或者第二季大招 第二季电子股 比较不好做 苹果 他再补一刀 谁受得了 信心就群世了 会多杀多 会恐怖 这是我担心的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 联发科 这两天 苹果说我要下修 我要联发科 不是苹果 这两天 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今天 最多涨到一百七八十点 联发科是跌的 继续跌 这是我刚刚的担忧 主流的 我们刚刚讲的这三档 绝对都是主流的电子股 对 埃斯设计的龙头 对不对 TDDI的龙头 全球前几大的 都挂 都挂 对不对 台北股市过去这半年来 最强的电子股 做头 请问还剩什么可以做 这是我今天问大家的问题 如果大部分的股票 电子股都涨这样 那我们担心的事情 可能会发生 对 毕竟台股里面电子股 确实占的权重很高 不可能每天都买金融股 对 我不可能 冬简好像也不错 台肥好像也不错 我总买这个吧 我总会买一点点电子股 台北股市就不叫台北股市了 我们是科技党 对不对 总是有电子股 我下面电子沟通就买 大家都涨得很丑 是 这很恐怖 恐怖在哪里 因为真正 如果这些股票都下去的时候 台北股市必然 在补一道 对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玩电子股 电子股也是大部分股票的 类股的所在 那自然 如果电子股不行 台股你要说要 那台北股很难好 也好吗 敏藏说金融股不能每天都买 也不是说金融股不好 金融股好 但是你不可能只有金融股 对 那个很怪 好啦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跟敏章继续来讨论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看 因为刚刚教授有讲到这个半导体协会 这种机构 我自己居然讲说 今年的半导体的年增率只有1-3% 这个值是真的很低 那我们最近已经看到这个智慧型手机的修正 所以包含这个联发科股价其实也不怎么样 那除此之外呢 连PC可能也会开始砍单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逻辑的 毕竟 不管手机还是PC 都是在过去这两年 疫情爆发的情况下 大家居家工作远距等等 所推动了一个业绩的成长 所以从高基起变成衰退 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包含了刚刚讲的联发科 目标价从1380降到1280 那立基电 在立基电去年刚要挂牌的时候 那气势多强啊 结果现在也是调价目标价 57下调到53 不过呢他们还是有另外点名 不错的6家公司 台积电 世兴 环球星 信华等等 这几家公司 所以综合这样多空交杂 而且显然是空 比较多的一个情形 但是半导体这一块很多投资朋友 手上一定都有 因为电子股说是台股重中之重 那这个电子股的蛋黄虚 是不是就是半导体 那半导体我们怎么看 其实半导体 当然啦 这个疑虑他们是针对智慧手机 的库存下修 那当然像立基电 这立金的董事长黄崇仁自己跳出来说 外资不懂 他直接跳出来 他讲话要这样吗 他就不懂 人家智慧型手机下修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车用的晶片需求上升 但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不是 我觉得外资讲的有保守 有保守 不是只有手机下修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高通膨所导致的一个基本问题 其实刚刚教授讲过了 我最近有体会到 我喜欢点一些日式的丼饭 一个丼饭 630 630 680 600 长50喔 其实长蛮多的 那不是钱的问题 想吃就买 但是 你会注意到一件事 当所有的东西都长了 我的可支配所的瞬间掉了 因为吃是一定要吃 我不可能不吃嘛 我老婆很喜欢喝可乐 可乐也要长了 29块也长到35 或者是你看喔 连什么炸油啦 什么包材 所有的东西都长 好问大家 你东西长的时候 你对电子产品的需求 我这个手机可以用三年 我可不可以用四年 蒙庸蒙庸 不然我怕的嘛 够减硬嘛 我不会每年换嘛 我本来一年换一支 不然两年换一支 不然我三年换一支 为什么要下修 所以苹果自己有注意到 好 这会只有智慧型手机吗 你的PC你的笔电不会吗 你开的车不会吗 你所有的 可用的 我现在准备一下 我比较厉害 我比较厉害 想着 敏章你说的对喔 像我今年本来也有点心仰想要换车 可是看到电动车 油车全部都涨价 房贷利率又提高 我们还是先缴房贷 不是没有钱的问题 而是 是不是这件事 会让大家的消费行为改变 那如果是的话 外资这个报告就有道理 就会去想说是必要还是想要 对 是你一定要用的 我留点钱 好像饭钱要变贵了 给老一块 好那问大家 台积电好不好 废话 台积电基本太好了 长线 OK 但是 今天他来到这里 不错啊 台积电今天回到这里了 我先跟大家讲 他还有可能再回来 还有可能再回来 还有可能再下来试试 邀谷大师真的是很有肿 这个技术分析的趋势是往上 他跟你说 他会下来 为什么要这样讲 还有可能下一面就是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不是他的基本面不好 而是整个市场在同步下修 什么叫同步下修 我的基本面都一样 我打个比方好了 大家都很喜欢聊本益比 本益比 本益比7倍 本益比6倍很便宜啊 本益比怎么来的 股价除以EPS 好 那还有个东西是 那他是不是代表另外一个市场的预期 我公司赚10块钱 我给你30倍至300块 公司赚10块钱 我只愿意给20倍 所以他只200块 那差18块 所以有时候跟基本面本身 也没有太大关系 就刚刚我们讲的联影有问题 联影有这么赚 很赚啊 你要说今年下修 好了去年六有几 今年剩50好不好 那还不到10倍啊 那为什么杀成这样子 这是我刚跟你讲的 市场在修正本益比 估值的下降 估值下降 这叫修正本益比 这就是combo 因为市场一修正本益比 我管你是谁啊 蛤 500块 我就写你贵 有可能哦 不要怀疑哦 因为这种市场在修正本益比的时候 对于电子股 因为电子股 本来就不是防御型的股票 杀伤力很大 如果你是 我是金融股啊 我是防御性型的股票 他没影响 没差 一定动态 因为他就是半导体的龙头 全球最大 没办法 不要说台湾 我们本土那次是挺他 但外资一路杀 这是事实 所以我认为他还有机会再回来测 所以你不要买太早 再来 市新 很强啊 一个V转 这很强啊 可是你看这一波他的强 他就很类似我们上次跟他聊到的 系列一样 系列也是几乎V转 可是 他是指标 那我问大家 整个矽智财的股票 从去年到今天只有一只股票一次创高 就是资源 只有资源创高 从100块喷到300多 他今天330了 资源也在做头 也有做头的迹象 也有做头的迹象 那这一只呢 市新恐怕这边也过不去了 所以我今天 刚好星期三 我是蛮建议台北股市 今天刚好涨100多点 逢高 表杰吗 你手上的吃金收一些回来 我建议我自己的客户 是零持股 零持股 是零持股 因为我们本来就做电子股 不是零持股票 是说没有 手上没有持股票 因为我们创为资源卖光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是零持股 因为电子股 确实 不是不能买 可是现在太贵 实际不好 我问你嘛 很多朋友都问我说 改天创为如果是100块的时候叫我 那我什么时候回来100 同样的道理 如果好的股票在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内 或者下个月 他有机会修正回来捡便宜 你现在就不要买 要我去捡毛 如果真的说我真的 好了 卖股票很受不了的 卖一点点 保留一点现金 那我的话 因为我的操作 我的习惯是 下手比较重的 所以会直接零持股 全有全无形的 就是通通没有股票 因为我知道好的股票的买点 大概后面会出现 但现在 不建议你手上买股票 当然啦 金融股存股型的朋友 这一段话你就可以跳过 因为你让别人 目的不一样 目的不一样 这跟你没有关系 因为我有朋友问我说 Devitt 你建议大家股票卖贯 我要不要卖 我说你不是都金融股吗 也对 那你不是都存股的吗 也对 领股息的啦 领股息他领的就是 那便宜我再回来买就好了 对 逻辑不同 所以这段操作是不一样 但如果你是电子股票的 想要建议你 能减码这减码 最好呢 该买来买一卖 真的想你建议 就是做短线的 大家多留点现金 然后呢 要记得有赚要跑 那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 反正股息以及公司的基本面 没有变化的话 那倒无所谓 跌啊你也该开心啊 跌你是减便宜 你是增加你那个啊 零到鼓励的时候再买 买更多 好那我们半导体看完之后 敏章提醒大家这个风险 特别留意 他自己说 他的客户零持股 所以如果是 想要把手绑起来的 再去加入敏章老师的会员 他跟你说不要买不要买 真的最近是零四股好不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 我们讲完半导体之后 我们要讲一个 好啦 既然这个半导体 有这个产业下车的疑虑 那电动车好不好 因为电动车最近在台湾 不管是现代 KIA 我看哦 刚上 就马上秒杀了 几乎是这样的状况 不过呢 现在有一件事情要留意 就是锂矿的成本 大增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原物料 一直都是在上涨一个局面 这个会不会破坏到 电动车的需求面 也是大家值得关心的 例如说像特斯拉 特斯拉可能比较没差 因为他毕竟是老大 一个礼拜 可以涨价两次 非常非常夸张啊 我们来看一下 Morgan Stanley的最新的研究 显示啊 中国连电池制造厂啊 未来可能会将价格提高多少 25% 这个跟可口可乐涨幅 差不多 因为可口可乐29到35块 600cc也是涨了20几% 来因应高涨的原料价格 所以大摩认为说 你把这个电池的成本 如果反映给消费者 那消费者就像明珊刚刚讲的啊 我的车也没破坏啊 不用急着换啊 忘了 忘了 我还能用就好了 多少再修理一下 再称一下 所以在这一个观点上 虽然电动车确实 销量还是持续的强 但是在短期上 这些个股 会不会因为这样消息的影响 受到前年呢 其实电动车是未来几年的显学啦 如果你喜欢电子股 这个你可以多留意 但是就短线而言 我还是建议各位 要跑一趟 短线还是跑 我们讲强势的股票 不要讲弱的 弱的股票的时候 谈起来伤感情 万一刚好观众朋友你有 你我已经跌成帐 你又说我连永不好 你平目几办 你平目几办 真的很有同理心 我们讲具强的 这个创新高的股票 这很强吧 茂连 茂连这标准电动车的指标啊 公司又赚钱又是高价股 电动车限速 对啊 最近股票涨上了 头信也大卖了 突然就砍了 所以头信也挺狠的 就是我们上礼拜讲 头信会坐账变结账 因为人家拼绩效 这一根下去之后 再怎么办 有的赶快卖一卖 为什么 我解释给大家听 今天刚刚讲了那么多 全部 很难得 我是从半导体 到我们高价的IC设计 到电动车 你叫大家全部卖 全部看空 不是看空 而是你有机会回来再见 我不要买贵的嘛 我喜欢买便宜嘛 不是产业上的矿坏 产业没有坏 而是短线有价差的空间 就像我们常讲 我也喜欢台积电啊 买600块好像有点贵 如果有550交我好不好 就是这种逻辑嘛 烧的时候再叫我嘛 我想整你自己买 那股票也是啊 我就很想有人会了解嘛 其实这一波电动车 除了这个族群 这一堂股票强之外 车用二极体最近也很强 车用像什么台半啊 墙帽内瓜 其实我今天就有特别注意到 这些股票上去之后的 很多人都做短线 就是赚了就好 也一样留上线 很明显 这种做法很快 因为你觉得这个族群强 大家看的现行 诶狗啊我追 就中了 就卡住了 然后一根下去 你就舍不得卖了 再下去 你就更不舍得卖了 所以今年是不是买绿不买红 我会建议你买绿啊 尤其是指数大跌的时候 再考虑 跟过去两年不一样 过去两年大家强者很强 买了追了我就赢了 眼睛蒙着压就对 对啊 这一只就给我们八轮贏了 其实2022年我们上车聊过 它已经回归正常的股市场 其实不是前两年这个 不是今年不正常 是前两年不正常 前两年太变态了 今年才是正常的 就是买黑不买红才是正常的 你不要乱追股票 尤其今天 讲了这么多 你会觉得我们看空 但是 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分享 最后一张 这张字卡给大家看 不是我看空 是事实已经证明一些东西 这个 其实本来刚才教授要讲的 殖利率曲线的倒挂 连我们要伍大师都在讲总金 这个股票 什么叫殖利率 今天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借你钱就好了 对 殖利率是什么 我借你一年给你5% 5% 我借你10年的4% 好吗 不是很奇怪吗 好怪喔 我借1年5% 我借10年纯4% 真效耶 真效耶 那我每年给你借不就好了 因为大家以前在纯定纯 纯月久 利率越高 利率越高是正常的啊 那什么叫倒挂 就刚刚我们讲那种怪事出现 你看 这个是5年的 对不对 怎么办 然后这是30年的 10年的 这边这三个是平的 我们注意到 他这里已经有一个部分是倒挂的 那这件事是什么 过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倒挂现象 不是股票一定马上跌喔 不是股票一定马上跌喔 而是它代表的是 我是不是看坏未来啊 就像锦西邓号一样 我是不是看坏未来的 如果未来不好 我才有可能搞这样子吗 好 那2000年的时候 曾经出现过殖率倒挂 隔年呢 美股就泡沫了 2005年的时候出现过殖率倒挂 但是它没有马上挂喔 它拖到2008年才爆料 所以这件事是给大家参考 有这个疑虑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其实最近蛮多外资在谈这件事 所以我们刚看到的 所有我们认识的主流的电子股 你管它基本没有好不好 台积电也长这样 联勇也长这样 研发科也长这样 就估值上大家要留意喔 大家突然在修正估值 不是要考虑这个 我殖率如果倒挂 他们真的可能会修正估值啊 我未来看不好嘛 那我现在怎么看都觉得股价贵啊 我就不想买了啊 好了 刚刚讲这些东西 你也不要太难过 但今天这一集看完了 如果你是手上 防御型股票多的朋友 对 这不干你的事 但是你如果手上电子股多的朋友 早点 把一些资金收回来 说不准 下礼拜或下下礼拜 大家就有机会一起捡便宜 给大家一个参考 好 谢谢敏章给大家的一个提醒 上礼拜敏章就有跟大家提醒说 有些投信质股水位已经很高到20% 法定这个上限的公司要特别留意 果不其然 这些公司就有一波比较大的一个回答 那今天名上特别提醒你 电子股它没有看坏 半导体 以及这个电动车 还是一个很好的产业 只是在短期上 这种估值的修正的风险 你要特别多加去留意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 既然讲那么多电子股 都没买钱 那买金融股好不好 我们就来跟教授浩尔的讨价 毕竟啊 有一个主轴就是升息 而且叫升升不息 越来越加嘛 我本来说升一码 变成升两码 现在大家都说要升三码 那如果继续升那么多 那自然这些金融股 就会受惠了 例如说 银行同样借你一笔 这个房贷1000万 不过升息的情况下 可以跟大家拿更多的这个利息 所以教授 金融股 这些相关的 以及这个殖利率 我们都帮大家整理了 很多我都超过5% 6% 但是呢 金融股这块 还是可以买吗 该怎么看呢 刚才讲到殖利率 倒过我忍不住 就想要回 又想炫技了 又想炫技了 就对了 其实比较合理的解释的意思是说 我们把钱放在银行定存 是不是一个月的利率少于一年的 一年的少于三年 合理吗 这是最合理的一个情况 那假设今天 三年的利率 比一个月的还低呢 三年利率比一个月还低 对就是 夸张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大家 不敢去动用那个钱 他想要放的越长期越好 那也就代表 银行之间 可以放长期的资金太多了 所以他就不愿意提高 提供更好的利率 他反而希望 你通通不要存在我这 你最好把钱拿去用 所以反而是短期的利率给的比较好 那就代表 所以殖利率倒挂的概念 代表大家对于未来长线 产生很高的隐忧 所以他大量的抢进 长期的债券 对 长期的债券的价格大涨的结果 导致他的殖利率相对偏低 他的逻辑是这样 那自然这样子 大家不敢投资 那对股市 当然就不好 那谁不敢投资 当然就是机构法人 所以 真的殖利率倒挂 按照过去的 这个经验 确实 不是因为殖利率倒挂 導致景气通缩 是 法人他认为未来 还有景气 这个衰退的问题 所以他们不敢去做积极投资 那自我预言的实现 果然 你们都不投资 对不对 景气就 就下去了 其实这个我也分享了 因为过去我都会去骑马 可是坦白讲 骑马是贵 对啊 骑马很贵 所以后来我就自己 买了一个小木马 在家里这样 过过瘾 那是你儿子的吧 因为我发现 这样省很多 摸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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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很多 那所以在这个 这个局势之下 当然大家就会想投资金融股 但是我忍不住 又想要说几句了 我们讲金融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讲很久 好几个月前 说实在 我在讲金融股的时候 大家都看不起 对不对 那时候我特别讲的这个 说几岛 说过六岛 忍不住又要讲 对 今年属金啊 有没有 是不是跟大家讲 今年属金 要投资有金的 就是金融股跟钢铁嘛 有讲真的有 我实在很生气啊 然后我当时还跟大家说 今年的 这个状况如果你没有做好啊 对不对 你一定要金融股 要不然没有做好 你钱会少一半 有没有 对 但是我跟各位讲 现在来谈金融 我有点不是很想谈 那怎么说 位阶太高了吗 因为已经涨二三十 说实在 就是很多 而且你注意看 这个殖利率 其实看起来都还不错 可是4跟6 已经有差了 4 4%跟6%看很多 本来是6%耶 那现在已经降到4%了 如果你去看这些很多 可能在年初的时候 他有6%耶 这个其实是差多少 就是差2 30%的意思 你看殖利率是差2% 可是实际上股价就是涨了2 30%的意思 那当然我用一个做法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证明一件事 这是最近一季 这个相关的金融股的一个排行榜 你看台契已经涨29%了 吓死 你如果要这支也是很厉害的 电子股 赵丰金涨17%耶 玉山金也涨了15%耶 中信金也有10% 所以有没有涨幅了 如果你看半年 涨更多 哦 有没有 基本都20起跳了 对对 所以不是没有涨 已经大涨一波了 但是 没有办法 行事所逼啊 不要被淋持啊 他是淋持股 我说不要被淋 那个 那个腰谷大师那边 的赖群 就是淋持股 才不会被领取 对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好 我一个 比较吊诡的想法 就前面大跌的 我太惊了 为什么 可是其实他也很快 谈很快 你看 之前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啊 我要认劣啊 我那个损失啊 就到后来你看普丁到现在还是不动摇嘛 对 开放那个股票可以交易了 就反弹了 然后 赖群说 没有我们没有要违约啊 你可以接受我妇虏部给你啊 你不要觉得我这是大富翁的钱啊 对 进来我的王国还是可以花 而且可以买石油天然气耶 突然想到拿盧布也不错耶 可以拿去买石油天然气 你看就大反弹 可是 如果跟其他金融股 人家是过高还在往上涨 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 所以你看我前面这个排行榜里面 为什么没有国泰金 对不对 受险类的 受伤比较重 对 可是我反而认为 当然 我还是坦白讲啊 就是我们那个最好的点已经过了 但是如果整个金融股比较起来 请问 就 除了 这一个 俄罗斯债券的问题之外 从他的获利能力 获利结构 以及整个金控股的布局 完整的度 完整度来看 应该还是首选吧 首须值 不要说首选 就数一数二 所以 当然最近从筹码我最喜欢 带大家看这一张 就是你每次看我们节目大家都知道 全面扫描 我喜欢做这一张 因为你看 散户 受不了 跑了 反弹他在落跑了 我就很喜欢这种 对不对 就看到 这时候雨扇关金 有没有 拿个扇子 你看 都在走 哎呀 是不是啊 然后大户 你看 最近这个低档才开始 有没有 转上来 才开始而已 我认为 那当然外资也没有什么条件 投信 这个你就不用探山 因为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是 投信 他们买的量不足以撼动 对 你说 就像那个敏商讲的 如果 如果你都买金融股 我买你的基金抗 对 那自营商也慢慢一些 但是你看 官股 虽然最近没有大买 但也没有调节 所以整体来讲 如果 我要做 我反而我不会去选 跟我们选标股的逻辑不太一样 我不会去选已经大涨的 如果给你看这一张 的意思是说 我不会去选大涨 我会去选什么 没有在名单里面 但是实际上它体质是OK 这是第一个方向 那第二个呢 其实 像这种租赁类的 虽然它不算金融股 但我们叫类金融 泛金融 其实 升息对这一类的 绝对是会 很有帮助 那当然这个 阿格力自己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喜欢的 对不对 那那个我就不想 不想列了 哈哈哈 好 但是概念其实是一样 雷同 对你看喔 一样嘛很好玩喔 散户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想法都跟人家不太一样开始测 但是 当然你说大户还没有明显进来 可是我们看最近 这个倒是投信 买很凶喔 买很凶 然后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因为我以前也在自营部嘛 那你会发现自营部 既然也爱上这支股票 我觉得它就是认为它的基期 相对偏低 后面是有超级的 对因为前高273 现在大概250左右 所以而且 你看它也是 站稳这个年线嘛 站稳这个年线 那未来升息的 对它也是有利 所以我觉得如果 我们刚才在讲说 啊你怎么配置 如果金融的部分 我觉得确实 也可以以这个方向来做一个参考 好 谢谢教授给我们的解析了 金融股 毕竟很多都已经涨得很 非常高啦 像这个玉山金 你如果以本一笔来看 其实它也不便宜 涨到三十几 当然不是说玉山金不好 你如果原本就是股东 那涨到这么多 当然是很棒啊 可是你如果是 后来想要加入了 你的成本 玉山金就差很多 所以在 此时此刻 教授就提出了建议 受险部分 这个国财金以及租赁的中株KY 离前高还有一段位置 而且 都是体质 很好一家公司 例如说中株 它也是近几年 EPS几乎年年 都赚十块钱以上 真的是非常赚钱 我都细称它是合法的高利贷 因为助力业者这个利率真的是不便宜 那升息之后势必就优会更高 好那相信今天的节目呢 大家已经知道了 投资上的节奏 心里该有怎么样的一个预期 股票我们还是要买单 现金的这个持有还是要增加 因为不管你是为了生活费的这个准备 以及就敏章刚刚跟大家说的 这个电子股的估值如果持续在修正 你看它那种跌到地上的联涌 还有还在持续下跌 以及台积电啊 虽然到600 可是敏章觉得还会继续 往下有一个修正的话 那是不是手上多留一点现金 对未来就有机会买到更便宜的股票啦 好啦 希望今天的节目 大家真的是收获满满 那也希望这整个局势 能更加稳定 在投资的路上 大家才能够持音保态 好那如果你喜欢阿格力的投资最给力 别忘了上Facebook跟Youtube订阅 投资最给力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至少 你 如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第一个名字 我们下期再见 有什么话 我们下期再见 这次 没什么话 我们下期再见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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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